何全眸的爸爸妈妈在成都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手机店 何爸经常出去发货 何妈就负责手电 夫妻俩辛苦劳碌 虽然赚钱不多 但总想尽力给儿子最好的生活 我们所做的一切 说实在话都是为了他 他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也就是我们奋斗的一个动力 但是儿子的回馈 却让父亲震惊心痛 他当时老婆一刀我砍了 开始第一刀是砍了这个 这个位置我让了一下 这刀我就没让过 现在我这两个指头 这些上半去都是没的 一个15岁的孩子 竟然对自己的父亲举起了砍刀 这不仅让我们心惊淡寒 虽然在何家 这对性格同样刚硬倔强的父子之间 隔阂与物界由来已久 但是谁也没想到 几能演变成如今的暴力相向 那次看到爸爸起床最后 就冲了没回回家 自己打了三十五年